成风破浪的姐姐开播以来 姐姐们一直受到热切的关注 但有一个姐姐有言有实力却一直被忽略 正希一曾吐槽 不敢在她面前吃白米饭 荣祖儿曾在节目被她公开教训 即使是杜华看到她也要叫一身前辈 她是成风破浪姐姐中的女团总顾问 也是香港的金牌经纪人霍文希 她的颜值神似王妃 又被人称年轻版林青霞 颜值在线她的业务能力也没人敢质疑 荣祖儿 婷子 谢霆锋 郑希一 张家辉 古巨鸡 孙楠 都是她手下的艺人 因此在艺人管理方面她完全有话语权 有人质疑她 为什么不让郑希一吃白米饭 她十分率真的回答 没有我当年的严格她有今天这么好的身材吗 对于荣祖儿的教训 她也是颜值有理 你今天晚上不要睡了 你对自己的门槛这么低的吗 还有 教了你之后要自己去练习才有用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 你做得不好就把大家都带垮了 所以荣祖儿听完也不敢反驳什么 当然 看完她的故事 你会发现这些都只是皮毛 甚至会感叹一句 这个女人了不得 霍文希 原名霍宝珠 1972年出生于香港 她有一个双胞胎姐姐 从小姐妹跟着母亲生活 因为家境贫苦 早早磨练了她坚毅果敢的性格 14岁的时候 她因为长相酷似林青霞被星探挖掘 在电影《七兄弟》中 她饰演了林青霞的童年角色 也因此走进了演艺圈 16岁 她因为外形搅好走上了模特的道路 短短几年 她拍了50多个广告 出现在多名女歌手的MV中 然而 好景不长 一次她接到一个地产广告 被广告商要求饰演一个9岁女孩的母亲 她听完 瞬间傻眼了 模特的青春饭这么快就吃完了 她心里琢磨着 如果不转型实力派 很快就会被淘汰 因此她积极寻求转型 做歌手唱跳她都不行 做演员 她视镜频频遭剧 但有一件事让她找到了自己当经纪人的天赋 18岁前 有个厂商需要找双胞胎拍广告 她们已经试镜了150对 可是都不满意 有谈判头脑的她 找到厂商撂下一句话 16万 我和妹妹各8万 这个价钱在当时看来就是天价 可厂商居然答应了下来 后来回顾起来 霍文西感慨 我从小就有这个天分 什么时候该开什么价钱 什么时候该接什么工作 我都很清楚 那时候就想 我或许有做经理人的天分 也就是在这以后 她果断走上了经纪人的道路 如果有人问 谢霆锋背后最重要的女人是谁 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回答 王菲或者张伯芝 但其实答案是霍文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她带的第一个 且连续合作了25年的艺人 正是谢霆锋 虽然谢霆锋等到了16岁才出道 可在那之前 她早就因为父亲 享受过了娱乐圈的美光灯 见到霍文西后 谢霆锋就给了个下马威 我16岁出道入行16年 意思就是自己懂得比霍文西多 霍文西也不生气 只是淡淡地回答 那你想怎么样啊 风哥 谢霆锋刚见面的锋芒 果然为日后的霍文西 带来了麻烦 因为不满音响设备 当场摔吉他 被狗仔偷拍 当场和对方开骂 动不动就搞失踪 怎么都联系不到 霍文西曾花钱请了化妆师 可对方三天两头追着谢霆锋 就是化不到妆 一个月后还是这样 他想通了 不化就不化 还省了笔钱 于是 谢霆锋从出道到现在 都没化过妆 最多就是熙熙脸上的油 工作期间 谢霆锋也是很不配合 一次 大家在录音棚找不到他 最后才发现 他练壁虎弓 挂在天花板 还有一次 正在配音的时候 谢霆锋居然在门口玩蟑螂 玩了45分钟 霍文西找到他后 哭笑不得 终于有一次 谢霆锋闯了大火 他开车为了躲避狗仔 撞上了花坛 车子瞬间撞烂 为了赶飞机 他逃上了霍文西的车 结果事情却发酵成了顶包案 因为这件事 谢霆锋形象大损 不得不暂时退出娱乐圈 之后还是靠着霍文西的公关能力 才让他恢复出道 1999年 谢霆锋推出的专辑Believe 不仅在香港唱片榜拿到第一 还取得了白金销量的成绩 在两人相处的过程中 谢霆锋渐渐放下锋芒 对霍文西产生了信任 而霍文西也一直让他往好的方向发展 让他成为了第一个登上春晚的英皇歌手 在香港娱乐市场不景气的时候 让其转战内地 制作了12道风味的节目 凭借着优秀的业务能力 霍文西帮助了不少艺人 阿萨和阿娇刚出道时 胆子小 怯场 于是霍文西让其同时出道 并且逼着他们学习侧手番 结果一经表演 就成功被人们记住他们的名字 在荣祖而不被看好的时候 他又力排众议 坚决要牵下他 你们千万不要放弃他 他未来一定是天后的 在阿娇经历了最重大的危机后 霍文西也通过强大的公关能力 帮助其顺利付出 作为经纪人 他尽职尽责 业务能力也是游牧共睹 也难怪 今年48岁的他 一人撑起了半个娱乐圈 加入英皇的20年里 霍文西被称为一个女强人 每天工作超过16个小时 手机24小时开机 只要没睡觉 他就一直在处理事物 但他作为一个女人 也不免被讨论恋爱婚姻的话题 外界传闻中 他和一位叫贺丹青的富商 相恋多年 两人分手后 39岁的霍文西 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 在思考过后 他决定生下孩子 可令他纠结的是 要不要和前男友复合 不结婚就意味着 孩子会在丹青家庭成长 就在自己压力巨大的时候 谢霆锋对他说了一句话 不要怕 想生就生吧 我会养你们一辈子的 这句话给了霍文西很大的安慰 后来生下女儿后 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照顾孩子 并且也没有为了避嫌 不让女儿的亲生父亲前来看望 反而很大方地一起照顾 陪伴孩子 在媒体拍到的画面中 他们一家三口和乐融融 十分温馨 霍文西的清醒 独立与担当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时代女性的模样 由于是金牌经纪人 她也面对着一个明显的处境 因为忙碌 不能时常陪伴在孩子身边 女儿一岁时 曾哭着问她 妈妈 你可以不去上班吗 霍文西反问了一句 那你可以不吃饭吗 女儿听完 哭得更大声了 无奈地说道 那你还是去上班吧 霍文西虽然舍不得女儿 但她也知道 公司和艺人都需要她 对此她也看得很开 人生就是一张饼 就看你怎么分配了 分给事业的多了 其他的地方肯定就少了 事业之外 我会分配给我女儿 而且我也认为 太自由了就会没压力 因此在公司发展 碰到天花板的时候 她也依然选择了转战北京 原来在香港 她觉得自己是金牌经纪人 没有发展空间了 可是来了北京 她才发现世界真的好大 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之后的日子 她开设了英皇的分公司 从头开始学习运营 2019年 她又想办法和中国传媒大学 南广学院 联手打造了造型梦工厂 为的就是培养不同类型的艺人 继续壮大公司 有人总问 女人怎么平衡工作和家庭 而霍文西的案例 就很清晰地告诉我们 肯定是有取舍的 工作上 她不仅是为公司做事 也是在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 在家庭里 她也尽力陪伴女儿健康成长 在双重身份的转换下 她依然做得十分出色 在霍文西的身上 我看到了一个鲜活的时代女性角色 拥有自己的工作 时刻保持独立 勇敢追求爱情 不在乎传统束缚 勉强自己进入婚姻 更重要的是 她从来没有迷失自己前进的方向 这不禁让人感慨 这个女人的手腕真了不得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